美国武器实验室产出了一种嗜血病毒后 全球人类在短时间内快速感染 和2020年的新冠不同的是 这种病毒让一小部分人类得到进化 为了制造出最强人类武器 美国军方因此开展了残忍的人体实验 子罗兰正是实验者之一 在逃出军方控制后 联络了其他变种人成立了反抗组织 当然实验室的研究员也不是吃白饭的 他们发明了一种识别变种人的系统 一旦检测不通过 就会立刻绞杀这些不稳定因子 子罗兰接到任务 要求假扮军方密探进入总部 拿到实验室最新开发的DNA武器 他需要经过层层筛查 在大门口就会有保安拦下 要求他脱下头盔和墨镜 自动人脸识别仪会检测 他的面部特征和瞳孔 但这还仅仅只是开始 子罗兰需要做上专门的检测仪 高科技蜘蛛触手会扒开他的五官 用小刀刺破他的手腕抽取血液 然后才允许他通过紫外线走廊 带上任务装备 就在军方要把重要DNA信息交给子罗兰时 门口突然出现了第二个密探 显然子罗兰的身份被识破了 他直接一个高飞踢 夺过DNA箱后 又在空中旋转两周半 将军方人员全部打倒 此时警报声响起 敌人的支援越来越多 子罗兰丝毫不慌 甩起两把枪就开始肉搏 帅气干掉所有人后 子姐轻松扶了一下墨镜 潇洒离开 当然这里毕竟是总部 不可能轻易就让子罗兰一个人干翻 他掏出了变种人增强药剂 一管下去精神十足 体内的细胞立马变异 子罗兰启动反重力装置 翻滚着朝走廊上的敌人开枪 完全化身成了人形加特林 在实验室的军方署长都看呆了 没想到变种人居然强到了这种地步 他立马翻找信息 发现子罗兰在12年前曾是人类 他试图劝降 但子罗兰表示拒绝 他的梦想就是杀光所有的人类 就像人类对他也是一样的赶尽杀绝 他行走在天花板上 所到之处必定子弹落地 击杀一群炮灰 只见子姐反人类的从屋顶一跃而下 看似落地成河 被四面八方的枪口对准 实则又给了子姐秀操作的机会 头发一紫 敌人秒死 子罗兰之所以叫子罗兰 就是因为那头紫色的秀发 是他的终极变身形态 八个敌人像天女散花一样炸开 子罗兰收起了手里的刀 只要速度够快 就没有人能单挑过他 子罗兰骑上了自己的摩托车 逃之夭夭 身后全是军方的追兵 双方在充满赛博科技感的 未来街道上激战 将人体描边的艺术发展得淋漓尽致 子姐的反重力装置 让他能往天上开 就连飞机也不是对手 相反 子姐还能原地升天反杀 一个手榴弹拖脸 飞机上的狙击手就成了烟花 子姐飞快逃离现场 在总部左右躲藏反复横跳 一路走上顶楼 要将手里的DNA箱子给博士老板 不过子姐也留了个新眼子 他犹豫了一下 还是决定打开箱子确认一下 结果不开不知道 一开吓一跳 里面居然是个没长大的孩子 而且这个孩子还活着 刚好睁开了眼睛和子姐对视上了 这就是号称对付变种人的武器嘛 子罗兰觉得自己的世界观受到了冲击 但博士却说 这个孩子的血液经过改造 变种人只要沾到一点 就没了作用 眼看博士就要一枪结束这个孩子的生命 子罗兰及时阻止了他 事实上不能怪子罗兰圣母 因为在12年前 子罗兰还是人类的时候 正好怀着孕 要不是实验室杀了他的丈夫 改造了他的基因 子罗兰也不会落到这个下场 他从博士手里救下了这个孩子 昔日的同事们都很不理解 掏出枪对准了子罗兰 不过小小子弹 对变种人来说只是金属玩具 就在开枪的一瞬间 子罗兰就侧头躲过 并且反杀了所有人 就算同事作为变种人 子罗兰的能力也是顶级的 然而超神根本救不了队友 被他限制在一旁的小男孩 莫名其妙走上了天台 要知道这里可是一百层 摔下去就凉凉了 子罗兰伸出手 又哄着男孩将他一起拉上去看风景 事则在碰到男孩手后 他一把将孩子从危险的地方拉了回来 并且描遍脸教训他 逃亡刻不容缓 已经没有时间玩跳不跳的游戏了 变种人和军方同时包围了他 子罗兰开车甩进一个地铁 子弹和枪声让平民们很害怕 子罗兰看到人类恐惧的眼神 终于冷静了下来 有了思考的时间 他开始疑惑自己的所作所为 救下这个孩子对他明明百害而无一利 自己简直脑子抽风 圣母附体 在地铁站 子罗兰得知的男孩叫做小六 他体内有杀死变种人的基因 但反过来说 那些基因里也有改造变种人的关键DNA 他告诉小六要保护好自己 带着人找到了自己最信任的合作伙伴 也是反重力装置的开发人 队友抽了一管小六的血做研究 子罗兰则在一边等结果 事实上他有点焦虑 因为变种人的生命只有12年 也就是说 如果队友不能从小六的血里提取救助剂 子罗兰很可能马上就要死了 结果更让人意外 小六居然是个纯种人类 连基础的嗜血抗体都没有 而且他体内有各种追踪器 离开了军方 小六的寿命比子罗兰还短 只剩下了最后八个小时 这显得他刚刚的行为像小丑了 子罗兰痛定思痛 在第二天给了小六一张信用卡 让他去买点吃的 实际上是把他暴露在了军方的视野中 子罗兰扭头就走 小六对这一切都心知肚明 不过他并不会反抗 子罗兰内心还在挣扎 突然间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连忙回头 小六所站的地方出现了枪声 被一大群军队包围 子罗兰听到领头的说尸体被吊包了 果然小六被之前的博士老板抓走了 他赶过去救人 双方来到了一块墓地进行决战 看样子 他们是要把小六给处决了 博士将小六吊在了十字架上 叮嘱子罗兰不要轻举妄动 周围的变种人纷纷掏出紫色光刀 博士解释 小六体内其实没有对付变种人的基因 相反 他是对付人类的武器 军方研究出这个炸弹 完全是署长一手操控 子罗兰一挑多干掉了博士的手下 小六的绳子也被砍断了 下面全是钉子 子罗兰战斗力惊人 踢翻博士后 在关键时刻又救下了小六 不料博士这个老六在绳子上 涂了对付吸血鬼的毒药 子罗兰忍着剧痛将小六拉上来 手上伤痕累累 他打开了军方的通讯路 和署长正面交流 子罗兰希望署长取出孩子体内致命的蛋白 署长轻蔑地笑了笑 告诉了子罗兰一个秘密 其实小六之所以叫小六 是因为像他这样的复制人 还有其他八个 他只是排名第六而已 子罗兰根本不怂 开车到军方总部 军方那边严阵以待 一字排开等着子罗兰 无数子弹向子罗兰飞来 一秒就打烂了车窗 可惜子罗兰毫发无损 原来这只是一个全息投影 真正的子罗兰在旁边的大楼上观察情况 他虽然强 但也不想送死 八个小时过去了 小六体内的蛋白抗体爆发了 他迎来了生命的尽头 子罗兰非常伤心 就像他12年前失去自己的孩子一样 军方回收了小六的尸体 署长对生无可恋的子罗兰开了一枪 命令手下人焚烧他的尸体 幸好队友调包了工作的军方人员 给子罗兰连着做了四次大手术 才将人从鬼门关里拉回来 子罗兰怒吼着问队友 为什么要让他活着 队友没有说话 反而关心地问子罗兰 他干嘛总是要拒绝别人的好意 子罗兰非常忧伤地告诉他 因为这些时刻非常美丽 而失去的时候却痛彻心扉 当然我子姐不可能一直消沉下去 在发现自己可能还有一线生机的时候 他放下了自杀的枪 要去救真正的小六 而不是那些复制人 他单枪匹马闯进总部 这次是真的要一个人干翻全场了 子姐在天台先刀一个表示尊重 然后大大方方走到了门口 检测仪大声播报 表示客人身上带了很多武器 直接下呆了看门的小哥 表示世界上居然有这么嚣张的人 他提出要见署长 然后踏着一堆尸体走过去了 没有一个守卫能拦住他 子姐的双刀是无敌的 帅气解决了炮灰们后 研究所的警报从黄色变成了红色 子罗兰身上的白衣被染成了血色 他脚踏一双高跟鞋 一层层开始杀 杀得身上的衣服越来越红 书长人都麻了 当子罗兰出现在门口的时候 他并不感到意外 一枪打过去 发现没用 书长掏出了他的一米大刀 开始和子罗兰斗刀 果然就算是在未来科幻世界 决定人类命运的战争 还是要靠肉搏来实现 两人刀刀刀肉 打得不分上下 书长健壮 启动了自己的终极武器 那就是黑暗 他按下了实验室的防护罩 四周立马没了光 子罗兰的进化里 最缺的就是光的敏感度 在一片黑暗中 书长觉得自己稳操胜券 反转出现了 黑暗中 子罗兰的刀燃起了火焰 两把长刀继续打得难舍难分 老六轮流转 今年到子姐 他的火焰喷射装置 对准了署长 在轻飘飘砍断对方的腰后 高温火焰将署长烧成了灰烬 子罗兰救下了真正的小六 这个一直被困在实验室里的孩子 只是他自己的情况就不太好了 本来寿命就快结束了 还高强度战斗 子姐虚晃一招 生命力堪比蟑螂 他艰难的从地上爬起 带着救赎他灵魂的小六 迎着夕阳和未来走去 奎英正在执行一项S级解救任务 外太空一辆宇宙飞船突然降临 将他的人质目标全部炸成了灰烬 满脸黑炭的奎英走进查看 只捡到一套高科技装备 能让人迅速变身成高科技战神 此时队伍的尸体被倒挂在树下 一个会隐形的外星人趴在旁边 双方就此展开激烈枪战 奎英带上外星人装备 勉强能射死一个敌人 但对方手段太超出人类的常识了 奎英决定先行离开 等待大部队接应 第二天他来到一个缅甸酒馆 拿出了自己昨天捡到的外星启动装置 发现自己居然可以和外星人一样隐形 奎英将启动小球放入酒杯中 一口喝了下去 尽管奎英确信自己见到了外星人 但上级们却仍持有怀疑 他们甚至认为奎英得了精神病 将所有人都杀了后伪造现场 就连远在美国的画家妻子和儿子 都遭到了军队的管控 奎英很快被送进了军事监狱 他和同样一群精神病育友处在一辆车里 这里的人全部都是犯了事的军人 有的烧了上司的房子 还有的拿枪对准了队友 可真相远远不是他想的这么简单 这群人大部分都是为冤枉的 奎英也是如此 事实上军队不止见到了外星人 还正好捕获了一只 就是不想事情太张扬 才把目击证人奎英关起来 专家们称他为掠夺者 并发现他体内还进化出了人类基因 如果运用得当的话 说不定能给地球科技造福 为此他们还专门邀请了一位女占星师 是外星生物方面的研究专家 之后儿子收到了奎英的快递 正好是那套高科技装备 男孩好奇的拿起面具和手环 误打误撞居然启动了 手环发出红光 吓得男孩不敢再动 但男孩其实是个电脑天才 他把高科技手环当成了拼图游戏 意外联系上了外星人的航空母舰 外星人迅速朝地球飞来 目的不明 专家这边也检测到了天外的不明飞行物 整个研究所都发出了警报 此时掠夺者被同伴唤醒 在研究所大开杀戒 子弹对他来说似乎毫无用处 掠夺者拿了面具后 就找到了自己最强的装备 正是奎英寄给儿子的那套高科技套装 他逃了出去 被赶来的奎英发现了 奎英决定和一群临时育友越狱 阻止掠夺者逃跑 只是在追赶过程中 奎英发现了那位侥幸活命的女占星师 为了救下差点中枪的科学家 奎英不得不暂时放弃追击外星人 等到女占星师醒来 她已经躺在了一个酒店 身为女人的警觉 她下意识拿起了枪 还扣动了扳机 尽管奎英和育友们并不在意 因为他们都是训练有素的军官 女占星师对他们造不成什么伤害 几人在解释清楚身份和来历后 迅速达成了合作 奎英猜到了掠夺者可能会去找他的装备 开车赶回了家 不料儿子已经偷偷启动了装置 恰好这天又是万圣节 没有人觉得戴上这个鬼鹰面具的男孩 有什么问题 奎英非常愤怒 他把这个包裹寄回家 就是不想妻儿陷入危险中 没想到还是带来了灾难 于是他扛着枪 带着一群精神病育友 对附近进行了地毯式搜索 突然间奎英听到了一阵爆炸声 原来是戴着面具的儿子 遭到了小混混的打劫 只是他们还没来得及动手 装备上的自我防御系统 就发射出了一枚导弹 将小混混家的房子给炸了 主观群众纷纷报警 奎英几人也飞快靠近 正好赶在外星人来临前救下儿子 双方展开枪战 只是外星人皮糙肉厚的 打了好几枪才死 他们的血液是恶心的绿色 奎英正要带人离开 掠夺者千里迢迢赶到 将红外线对准了男孩 还挟持了一个御友 掠夺者智商很高 他抬了抬手 示意奎英放下武器 否则就会开枪 奎英没办法 假装投降 实际一枪崩向掠夺者 用火力掩护其他人撤退 他们被逼入了一栋建筑 奎英差点被掠夺者的 无情铁手掐死 关键时刻 御友从后面偷袭 天空中的飞行器降落 一个比掠夺者体型更大的 外星人出现 一上来就扫描了掠夺者 两个外星人在地球大打出手 给奎英他们都看懵了 体型更大 显然战斗力更强 没两下 大号掠夺者就把小号摔在了车上 三两下就撕掉了他的脑袋 外星人启动了隐形装置 在警察来临之前逃之夭夭 女占星师在临走前 偷偷冒险取了一管外星人的脊髓液 她用显微镜观察到 掠夺者一族正在通过这种方式进化 他们会和地球上的聪明物种杂交 以此得到最优良的基因 女占星师非常兴奋 恰好一个育友又带来了一只外星生物狗 这只狗成为了新的研究对象 不过没等他们开始研究 奎英的家就被外星人攻占了 育友们都是在逃囚犯 引来了联邦人调查 联邦人带走了儿子和妻子 女占星师差点被一枪爆头 幸好之前救下的外星狗 从肚子里吐出了一枚炸弹 女占星师侥幸炸了联邦军人 从二楼摔下去捡回了一命 奎英也顺利从前同事手里逃生 和队友们会合 人类和外星生物的大战就此展开 育友们开来一辆直升机 追踪儿子和联邦军队的定位 他们竟然悄悄开到了外星人的航空母舰 天才男孩为军队打开了大门 给一旁的奎英看呆了 连他都不知道自己的儿子 居然有这么大本事 他启动了身体里的隐形装置 拿了一把麻醉枪 闯入军队身处 而育友们则在外面解决了剩下的小兵 奎英劫持军队首领 威胁所有人放下武器 首领不愧是首领 命都差点要没了 还敢激怒奎英 他放出命令 要是十秒内 奎英没有放开他 就让军队射击儿子 眼看到计时就要结束 哨兵发射了信号弹 提醒其他人 外星人掠夺者回来了 一到地方就发现自己家被偷了 掠夺者非常愤怒 将军队的人推到电网上 活生生将人垫死 他的隐形能力让人很难追捕 奎英趁机把自己的装备给儿子 并告诫他 一旦发生危险 就赶紧远离这个地方 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 首领健壮决定和奎英达成合作 儿子一眼识破了首领的诡计 知道这个狡猾的人在说谎 奎英当然也不信 掠夺者已经回到了飞船上 他使用破译机器 将自己的语言转化为地球通用语 通知所有人离开 这艘航空母舰并不属于地球 而在他们之中 奎英作为人类战士得到了他的承认 掠夺者需要奎英的基因 并给了他们八分钟的时间逃跑 众人纷纷离开 掠夺者的导弹可不等人 直接瞄准了他们 人类的智慧在生存面前几乎最大化 他们合作制造了一些陷阱 隐藏在夜晚的迷雾森林中 奎英警惕着被抓住 却不知道他们的身影 在掠夺者眼中全部都暴露无遗 幸好之前捡到过高科技面具 在受到攻击后 启动了防御系统 一枪点燃了掠夺者 奎英趁机点火 希望能对掠夺者造成伤害 只是双方实力差距过大 几个育友接连牺牲 和外星人同归于尽 奎英没办法 身边只剩下儿子和女人了 他像个真男人一样主动站了出来 挑衅掠夺者 但掠夺者根本不吃这一套 他抓走了关键目标 也就是奎英的儿子 原来掠夺者真正要进化的人 是身为电脑天才的奎英儿子 只是父子俩是一个姓氏 才让奎英误认为自己是目标 奎英非常崩溃 带着枪赶来了航空母舰 他们已经从天黑打到了天亮 奎英一个信仰之月 从悬崖跳到了航空母舰的上方 儿子被掠夺者关进了舱体 马上就要起飞 奎英扒住飞船 可是找不到入口 掠夺者在飞起后 开启了防御立场 要是被卡住 像这位狱友一样惨遭腰斩 奎英眼睁睁看着狱友们一个个死去 得到了充足的buff 于是他跳到航空母舰的入口 开枪射击掠夺者 可惜没打中 反而击落了一块碎片 在奎英要掉落的时候 正好卡在入口 给了他一丝活命的机会 当然狱友的牺牲也没有白费 他们破坏了飞船的动力装置 让掠夺者不得不暂停航行 掠夺者朝奎英怒吼 一人一外星人顺势搏斗起来 女占星师捡到了掉落的隐形装备 从身后偷袭 不过被掠夺者拦下了 奎英示意女占星师把装备扔给他 毕竟他才是专业的肉搏战神 果然人有了高科技 别说外星人 连飞船都能炸 他朝掠夺者发射一枚导弹 正好命中他的四肢 瞬间将刚刚还在作威作福的外星人 打成了残疾 奎英深知补刀的真理 不等掠夺者回复他 就赶紧两枪送他去见上帝 事后奎英拿出了狱友们的遗物 为这群莫名其妙 和外星人战斗的冤种们默哀 他非常尊敬每一位队友 因此在奎英升职家庆后 他为所有人洗刷了冤屈 并参与了外星人的研究 搞清楚了事情的真相 得到了掠夺者送给人类的赠礼 一个能杀死掠夺者的新型高科技武器 只见科学家缓缓靠近 休眠期的装置自动套上人类 然后科学家飞快变身 从一个手无寸铁的普通人 变成了能够以一抵百的铁血战士 奎英和剩下的人不由地惊叹 外星科技的力量 要是早点拿到这套装备 估计也就没有掠夺者什么事情了 真正的掠夺者将会是 食物链顶端的人类 这是一个星际之门 只要穿过它中间的虫洞 就能到达某个遥远的星球 那里黄沙遍地 却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 1928年 一个考古队伍在埃及金字塔附近 挖出了一个圆形的石碑 和一个巨大的圆环 而圆环下面还埋藏着 一个奇怪的生物化石 很明显它们并不属于地球 而通过对圆环成分的检测 也证实了这一猜想 石碑上刻了很多 类似于象形文字的外星符号 但经过多年的研究 没人能够破解 这天研究院的负责人凯琳 来到小帅的讲座 他听说小帅是象形文字的专家 对其形成的历史有很深的研究 并且还怀疑金字塔的建造者 并非第四王朝 因此凯琳想邀请他加入自己的队伍 讲座结束后 凯琳找到小帅 并把研究院的事情告诉了他 小帅一听想也没想直接同意 这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他要向诗人证明 他的想法是对的 第二天凯琳带他来到基地 正巧碰到专家在翻译石碑上的文字 小帅看了一眼 发现全是错的 直接上手帮忙改正 写出了正确的翻译 让凯琳肯定了他的能力 就在这时 杰克上校走了过来 随即向众人宣布 从今天起 这里将由他负责 说完转身离开 凯琳见状直接跟了上去 质问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明明自己才是项目的负责人 杰克并没有向他解释 而是直接说了 怕你失败 弄得凯琳一脸无奈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小帅查阅了各种资料 成功翻译了外围石碑上的文字 但中间那块圆形石碑上的文字 跟周围的文字并不相通 所以一直破解不了 却在他准备放弃时 猛然看到了报纸上的地图坐标 于是他将报纸上的坐标图案 与圆形石碑上的符号图案进行对比 发现它们一模一样 原来圆形石碑上的符号并不是文字 而是星系坐标的图案 小帅将自己的发现告诉了众人 众人很是惊讶 毕竟这些专家们耗费了几十年的时间 都没能破解这个难题 随后小帅告诉他们 整个石碑就是一个星系坐标图 它上面的七个点 描述了通往一个目的地的路线 而这七个点就是七个星系坐标 但目前他只找到了六个点 还有一个没有找到 听到这里 上校让手下打开密室 星系之门就这样出现在小帅的眼前 通过监视器显示的画面 小帅突然明白了 第七个点就是星系之门所处的原点 随着一个个坐标的输入 星系之门开始运转 整个基地发生了剧烈的晃动 当最后一个坐标输入完成时 星系之门内赫然出现了一层水墓 上校见状立马派出探测器 想获取水墓后的信息 探测器进去后 电脑上显示他的坐标在快速移动 短短几十秒就到达了银河系中的某个星球 这时水墓突然消失 探测器也失去了信号 根据探测器传来的画面 他们确定星系之门就是通往另一个星球的出入口 为了弄清楚星系之门的秘密 军方组建了一支探索小队 深入其中进行调查 小帅知道后主动请营 跟他们一同前往 临行前 凯琳给了他一条项链 当时发现星系之门时 凯琳就在现场 而项链是在星系之门旁边捡到的 他希望项链能保佑小帅平安归来 准备完毕后 星系之门再次被打开 他们陆续走了进去 进去后 他们的身体被分解成数个分子 快速地在涌道中前进 直到到达终点 身体才恢复成原来的形态 看着空荡荡的四周 队员们有些紧张 他们交错前进 直到出来后才发现 星系之门的另一个出口 竟然是在一座金字塔内 而周围是无尽的沙漠 随后他们开始安营扎寨 分析周围的环境 就在大家忙碌时 杰克偷偷跑到金字塔内 安装了一个爆炸装置 一旦发生意外 他将摧毁金字塔 保护地球的安全 与此同时 补充能量的小帅 突然发现了一排硕大的脚印 他追求脚印的足迹 一路向前 看到了一个奇怪的动物 他没忍住好奇心上前查看 结果惊了动物 动物将小帅半岛 一路带进了沙漠 经过一段时间的折腾 小帅晕了过去 动物件状好心的把他填醒 等杰克等人赶到时 众人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不远处的山坡上 有成千上万的人 正在挖掘石矿 还没等他们回过神来 一些工人发现了他们 于是他们就上前打招呼 发现对方根本听不懂 他们的语言 这时一个工人 看到了小帅的项链 念了一句太阳之眼 众人听到后 纷纷跪倒在地 士兵用探测器 检测了一下他们挖掘的矿石 发现与星际之门的材质一模一样 就在这时 他们的组长赶了过来 见到小帅等人 组长的态度非常虔诚 但由于语言不同 两方无法交流 组长让人给他们滴了水 作为回报 小帅给组长送了巧克力 从来没有吃过如此美味的食物 组长非常兴奋 随即邀请他们到部落做客 为了弄清楚这群人的身份 小帅等人跟着他们回到了部落 到了部落才发现 小帅项链上的图案 跟他们的族徽一模一样 他们误以为小帅等人是神灵现世 因此对他们如此尊敬 随着一声号角响起 大家躁动了起来 并迅速关闭了大门 原来是沙尘暴来了 沙尘的袭击 阻断了他们的通讯设备 无奈他们决定留下过夜 而另一边营地的士兵苦不堪言 沙尘暴摧毁了他们的帐篷 没办法 他们只能跑到金字塔里避难 到了晚上 士兵们正在休息 地面突然晃动了起来 一艘飞船缓缓地降落 将金字塔笼罩了起来 士兵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于是分头行动 四处查探 结果给了敌人可乘之机 全部被狗头人打晕带走 而此时部落里的情况 恰恰与之相反 小帅等人受到了热情的款待 组长给他们准备了一桌子美食 吃完饭后 小帅想向组长打听 关于这个星球的知识 结果刚开口就被一群人直接带走 他们把小帅带到房间 随后送来了一个美人 看着美人在眼前宽衣解带 小帅慌了 赶紧把他推了出去 结果发现组长一群人站在门前 他们以为小帅不满意 吓得直接跪了下来 小帅见状只好假装满意 搂着美人回到屋内 小帅向美人介绍了自己 然后在地上划出了金字塔的图案 美人看了一眼后 带着小帅来到一个密室 在这里 小帅发现了星际之门的秘密 几千年前 一个来自遥远星球的外星人 从正在毁灭的行星上逃难 随着时间的流逝 他的身体开始衰老 为了延续生命 他不断地在银河系探索 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来到地球 然后发现只要寄生在人类体内 他就可以获得新的生命 于是他霸占了一个年轻人的身体 而且利用这个身体 成为了人类的统治者 称自己为太阳神 随后他创造了星际之门 并把成千上万的人带到这里 让他们帮他开采矿石 因为这种矿石 可以让他获得永恒的生命 但后来地球上发生了变故 人们起义造反 而星际之门就此被埋藏在地下 为了防止后人知道真相 太阳神摧毁了所有相关的书籍 知道真相后 小帅把杰克等人叫了过来 告诉了他们星际之门的秘密 并在最里面的墙上 找到了六个返回去的星系坐标 第二天一早 天还没亮 小帅等人就启程返回营地 等他们到达营地后 发现此时的金字塔 被一个飞船笼罩 为了寻找其余的士兵 杰克想都没想 就带着他们冲了进去 结果刚进去没两分钟 就受到了敌人的袭击 见敌人实力太强 杰克带着小帅来到之前 放置炸弹的地方 想要摧毁这里 结果打开盒子一看 炸弹没了 这时头顶的门忽然打开 几个狗头人来到他们的面前 知道对方实力强悍 两人放弃了抵抗 之后被狗头人带到了大殿 随着内门缓缓打开 一个穿着铠甲的男人 被簇拥着走了出来 他就是传说中的太阳神 男人坐下后 手下的小兵 把杰克安装的炸弹抬了上来 原来是他们拿走了炸弹 随后男人抬了下手指 狗头人们纷纷把面具收了起来 露出了跟普通人一样的面孔 看着太阳神收起了面具 众人纷纷跪了下来 杰克趁此机会发起反抗 小帅为了保护他被炮弹击中 而他最终也被小兵打晕丢进了水牢 看着小帅脖子上的项链 太阳神知道 他们一定接触了部落里的人 于是派战机袭击了部落 在炮弹的攻击下 部落里的人死伤惨重 而原本死掉的小帅 从棺材里醒了过来 醒来后 他发现自己在太阳神的寝宫 于是好奇地问 自己不是死了吗 为什么又活了过来 太阳神没有回答他的这个问题 而是告诉他 他准备将炸弹的威力提升百倍 然后丢回地球 亲手毁掉人类世界 不过在此之前 他要杀了杰克等人 为自己树立威严 而且要小帅亲自动手 不然他就杀光部落里的人 可太阳神不知道的是 在他威胁小帅的期间 部落里的人已经转变了观念 决定起兵造反 第二天在太阳神的号召下 星球上的所有人都到达了现场 当小帅拿着武器 向杰克等人靠近时 男孩拿出镜子 向小帅疯狂暗示 小帅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 在武器打开的瞬间 他转身对向太阳神 与此同时 部落里的成员拿出武器 一时间现场乱成一团 小帅等人则趁乱逃走 顺利回到部落 救回小帅他们 男孩很是开心 为了纪念此次战争的胜利 他在墙上刻下了特殊的符号 小帅走近一看 发现那就是第七个星系的坐标 虽然找权了回去的坐标 但杰克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因为潜在的危险还没有解除 炸弹在太阳神手里 如果他真的利用炸弹摧毁地球 那他们将会是千古罪人 想要回去 必须先消灭太阳神这个隐患 于是他们制定了一个计划 先是唤醒众人的反抗意识 然后假装送矿石的工人 偷偷潜入金字塔内 来个理应外合 结果没想到的是 在行动中 太阳神直接命人关闭了金字塔 外员进不来 他们只能靠自己 解决了几个小兵后 杰克来到星际之门前 看到了自己的炸弹 他将炸弹组合起来 启动了计时器 七分钟后 炸弹将会爆炸 这时 敌人闯了进来 一枪击中了美人 直接送他领了盒饭 为了救美人 小帅带他来到太阳神的寝宫 想用那口棺材复活他 中途一切都很顺利 但在回去的途中 不小心被太阳神抓到 只见太阳神一把 按住了小帅的头 想用身上的神力 摧毁小帅的大脑 与此同时 杰克跟太阳神的爱将 打了起来 几个回合后 杰克渐渐占了上风 爱将见情况不对 直接召唤了传送阵 结果却成了 让他送命的武器 而小帅这时 也一把拽下了 太阳神的项链 然后躺进传送阵里 顺利逃过一劫 奴隶造反 爱将惨死 太阳神见大势已去 选择逃离这个星球 这边杰克想要关闭炸弹 结果发现 炸弹被太阳神做了手脚 无法暂停 关键时刻 每人醒了过来 二人寻声望去 正巧看到了尸体上的开关 于是他们启动了传送阵 将炸弹送到了太阳神身边 随着剧烈的爆炸 太阳神从此消失在世间 太阳神消失 人们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从此获得了自由 影片最后 星际之门再次被打开 杰克带着众人返回地球 而小帅则为了美人留了下来 带着这个星球的众人 重建新的家园 2023年漫威最新电影 蚁人与黄蜂女 量子狂潮 它来了 作为蚁人系列的第三部 同时也是漫威第五阶段的开幕之作 揭开了关于多元宇宙的神秘面纱 新的最终反派征服者 康闪亮登场 故事一开始 自从击败灭霸后 蚁人斯科特就成了名人 走在大街上 都有人找他签名拍照 斯科特就连吃饭也不用花钱 虽然经常被店主当成蜘蛛侠 不仅如此 斯科特还将自己的亲身经历 写成书 这天他刚举办完签售会 就接到了警局的电话 原来是女儿凯西 参加了公园游行 一怒之下 还把警车变成玩具 斯科特接上女儿回家 两人在车上大吵一架 好在妻子霍普从中调和 妇女俩才重归于好 斯科特带着霍普回娘家 老丈人皮姆和丈母娘珍妮 早已等候多时 自从珍妮从量子领域被救回后 就对里面30年的经历闭口不谈 家人们也并未多问 就在吃饭期间 斯科特对他们溺爱凯西感到不满 然而皮姆却告诉他 凯西简直是个天才 他们最近一直在搞科学 皮姆研究了许多蚂蚁 神奇的是他们竟然自主建造了一个城市 而凯西更厉害 竟然造出了一个量子通讯机 只要通过这个机器 就能远程探索量子领域 并相互传输信息 相当于微观世界的哈勃望远镜 然而珍妮听到后大惊失色 立马让凯西将其关掉 众人面面相去 珍妮则突然情绪失控 一把将机器破坏 珍妮正要将自己的经历说出 机器却突生异变 打开了量子领域的通道 在场的五人被通通吸入其中 还好斯科特及时穿上战衣 并迅速放大 接住了女儿凯西 等两人起身 却不见其他三人踪影 很明显他们失散了 而霍普那边成功找到皮姆 可此时的不远处 突然出现一艘飞船 关键时刻珍妮将他们推到树后 躲过了飞船的搜查 至于斯科特和凯西 则一心要找到另外三人 然后顺利回家 凯西突然发现异样 天空的太阳居然在动 下一秒 太阳就冲着他们攻来 原来这竟是个怪物 斯科特迅速变大击退怪物 然而还有更厉害的在身后 此时一道激光袭来 有三人现出身形 没想到量子领域 居然还存在智慧生物 斯科特两人被带回营地 并给他们强行灌下红色液体 斯科特突然发现 自己能听懂他们的语言 看来是红色液体的功效 此时一个小黑出面 张口就说出斯科特的名字 原来小黑懂得读心术 通过读取斯科特的记忆 得知他们来自其他地方 并且对自己没有敌意 然而女首领却十分担心 因为上一个到这里的人 现在已经成了统治者 如果她得知斯科特两人的存在 会不惜一切代价抓住他们 那人正是征服者康 与此同时 珍妮轻轻熟路地带着两人离开 迎面而来一队人马 回首的怪物突然袭来 珍妮一刀就将她右臂砍断 可下一秒就重新长了出来 并且两人同时大笑 原来珍妮跟怪物是朋友 在怪物的帮助下 珍妮三人获得坐骑 并来到一处聚居地 珍妮向酒宝要了两杯红色液体 让霍普和皮姆引下 他们要在这儿等一个老朋友 很快一艘飞船赶到 一个白发老头从飞船走下 此人正是他们要等的人 珍妮之前的战友凯拉 珍妮本想向她寻求帮助 却没想到凯拉对珍妮充满怨言 自从珍妮走后 征服者康占领了整个量子领域 并且制造了数不清的机器军团 凯拉无奈只能向康投降 此时康的手下也来到现场 霍普直接动手 在三人的骑行合力下 他们跳入凯拉的飞船 虽然飞船的船舵十分恶心 皮姆还是顺利掌握了驾驶技巧 三人迅速逃离 与此同时 斯科特两人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他发现这些人居住的房子也是活物 顿时被吓了一跳 不过现在最要紧的是找到霍普他们 然后离开这里 通过跟女首领交谈 得知他们属于反抗军 征服者康摧毁了他们的家园 并在废墟上建立了他的帝国 凯西听到这里就想要帮助他们 然而斯科特坚决不同意 他们对此地一无所知 现在他们需要找到珍妮 毕竟他才是最熟悉这里的人 不料女首领听到珍妮的名字 顿时开始发火 声称珍妮才是造成祸端的起源 就在他们争论之时 突然有几艘飞船向这里飞来 正是征服者康的军队 飞船对着营地狂轰乱炸 无数士兵落下 开始抓捕这些反抗军 在一阵爆炸过后 斯科特意外和凯西走散 齐料一转头 凯西居然穿上了战衣 但他明显战斗经验不足 变小了以后 反而被士兵追着打 幸好斯科特及时救场 并在战斗中教授他技巧 然而飞船继续开炮 营地顿时变成一片火海 除斯科特妇女外 其他人都被抓走 此时一个巨大脑袋 飞到他们跟前 他开口就叫出斯科特的名字 并自称摩多克 等他揭开面罩 没想到竟是以人第一步的反派 达伦 他自从被斯科特打败后 就流落到量子领域 被征服者康捡到 并被其改造成半机械生命体 两人根本不是对手 就这样被他抓获 与此同时 另一边 珍妮终于说出自己这些年的经历 30年前 他被困在这里时 想尽办法要离开 然而却毫无办法 此时一个男人也被迫来到此处 这人正是征服者康 两人因为遭遇相同 很快结为好友 康的飞船能够穿梭多元宇宙 然而其中的能量核心 却遭到破坏 导致无法启动 为了离开这里 两人开始合作 经过他们不懈的努力 能量核心终于被修复 然而这艘飞船与康的神经相连 就在引擎启动的一瞬间 珍妮读取到了康的记忆 得知他并非自己声称的科学家 而是一个征服者 他曾驾驶飞船 毁灭了无数个平行宇宙 珍妮终于明白 康并不是主动来到量子领域 而是被流放至此 若是真的放任他离开 对于其他的世界来说 就是灭顶之灾 于是珍妮决定阻止他 可此时 康已经拿回了自己的战衣 珍妮完全不是对手 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瞬间变小 取走了能量核心 飞船也因此失去动力坍塌 康起身追杀珍妮 眼看无法阻止对方 珍妮拿出剩余的皮母粒子 将能量核心放大数十倍 彻底断绝了康离开这里的渠道 康通过战衣的科技 将量子领域改造成自己的帝国 并开始追杀珍妮 珍妮则一边躲藏一边战斗 直到被救出量子领域 康本来已经绝望 然而量子通讯机所发出的信号 再次让他看到希望 此时的他已经来到牢房 面对斯科特妇女 康说出了自己的来历 原来他之所以被流放 就是因为四处毁灭时间线 并致力于消灭自己的变体 所以变体们联合起来 将康流放到量子领域 现在他需要斯科特取回能量核心 斯科特自然不愿助纣为虐 康大手一挥 并让他们悬在半空不得动态 康拿凯西的生命威胁 斯科特只能就范 康打开通道 映入众人眼帘的 是一颗硕大的能量核心 接下来需要斯科特进入其中 并将其变成正常大小 与此同时 霍普三人也来到附近 看着斯科特身形变小 跳入其中 霍普也变身进入 斯科特看到了那颗能量核心 然而就要行动时 却突然分裂出另一个自己 根据摩多克的解释 他正身处可能性风暴中 任何一种想法 都会分裂出另一个自己 也可以说是另一种可能性 此时的斯科特 就像是薛定谔的猫 然而还不等他明白情况 身体的分裂突然加剧 瞬间出现成千上万个斯科特 他们聚集在一起 将原本的斯科特淹没 然而凯西突然开口 让父亲不要放弃 听到女儿的鼓舞 所有的分身 起心协力 将斯科特取了起来 这就是父爱的力量 他们虽然是不同的个体 却同样爱着自己的女儿 斯科特成功向能量核心 发射皮姆粒子 然而却没有丝毫作用 就在他要坠落时 霍普及时赶到 带着斯科特起飞 两人同时发射数枚皮姆粒子 这次终于成功 能量核心变回原来的大小 此时珍妮赶到 劝说斯科特不要交出能量核心 然而凯西还在康的手中 由不得斯科特做主 康手掌一挥 能量核心就到了手中 然而他却并没有 放出凯西的打算 斯科特和霍普一同出手 却被康一根手指打飞 与此同时 摩多克找到皮姆 面对这个昔日的老师 他并未有任何留守 直接将飞船击落 珍妮看到这一幕 想去拯救丈夫 却被康一招定身 随后带回基地 康向珍妮解释 自己出去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找到流放他的那些遍体 然后一个个将他们铲除 并且抹除那个宇宙 再创造出新的时间线 珍妮则怒斥他 会毁掉无数的生命 然而康根本不在乎 还让手下押送凯西到监狱 却没想到凯西趁人不备 直接逃离了控制 并变小摆脱追捕 而斯科特和霍普醒后 映入眼帘的 竟是一只巨大蚂蚁 原来当初五人 进入量子领域时 蚂蚁也被卷入其中 并且先一步到达 由于时间流速不同 蚂蚁经历了数千年的时间 它们不断扩充知识与科学技术 最终联系到了皮姆 在蚂蚁的帮助下 飞船被逐渐修复 就在它们计划闯入基地时 凯西已经开始行动 她来到牢房 解救了被关押的女首领 此时康毫不知情 她通过全息投影 向世界宣告自己将离开这里 并逐渐征服其他宇宙 然而投影突然消失 出现的竟是凯西 她开始号召这里的军民奋起反抗 随后与女首领合作 解救了被关押的反抗军 摩多克则找上了凯西 就在两人大战时 地面突然开始颤动 迎面走来的 竟然是巨大化的斯科特 在斯科特庞大的身躯下 康的部队溃不成军 然而她很快就组织兵力反击 斯科特在飞船的炮火下被压制 就在这关键时刻 反抗军终于赶到支援 在女首领的带领下 反抗军杀向康的基地 然而康根本不在乎 她直接启动飞船 企图逃离量子领域 斯科特眼看这一幕 她学起了美国队长 拿着防顶当盾牌 顶着炮火冲去 然而飞船的能量太强大 斯科特被瞬间弹飞 凯西正要去救援 然而一发激光打断了去路 来者正是摩多克 凯西打开屏幕栗子 首次变大成功 一拳打飞了摩多克 凯西看着疯狂的摩多克 劝说她不要再给康卖命 而摩多克也仿佛幡然醒悟 斯科特为了解除飞船的屏障 让霍普助力扔出自己 她在瞬间变大 竟然真的打破了屏障 飞船出现损坏 康愤怒至极 她穿上战衣加入战斗 面对她压倒性的战斗力 反抗军根本不是对手 战场上很快只剩斯科特一家 斯科特三人联合进攻 然而没有丝毫效果 康忍不住出言嘲讽 自己征服了数不清的宇宙 杀掉不知道多少个复仇者 在她眼中 斯科特跟蚂蚁差不了多少 然而她话音未落 一群蚂蚁大军突然杀到 正是皮姆赶来救场 康立刻打开防护罩 她想要就此击退蚂蚁 却没想到摩多克出现 用自己的身体破坏了防护罩 蚂蚁大军瞬间将康淹没 摩多克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最终闭上了双眼 与此同时 珍妮通过分析能量核心 打开了回到现实的通道 几人相继离开 然而斯科特却被康击中 康想要冲出通道 斯科特拼命阻止 然而根本不是对手 斯科特决定跟他同归于尽 于是破坏了能量核心 康灭露惊恐 正要冲向通道 然而再次被霍普阻止 康不小心碰到能量核心 瞬间被能量吞没 而通道也因此关闭 就在两人以为再也回不去时 珍妮再次打开了通道 两人成功回到现实 世界危机再一次被化解 然而危险远没有结束 在另一个神秘空间 无数个征服 这群小鬼头年纪不大 但一个个都是身经百战的职业爬手 一个人负责偷 另一个则站在屋顶上放哨 还会利用笛子的声音 给同伴传递信号 告诉他们该往哪个方向跑 不会被抓到 突然间皮特的敌音一变 几个小鬼头一会合 就发现小胖被抓包了 英国上流贵族决定将他关进孤儿院 皮特连忙安排一个偷东西的好手 吸引卫兵的注意力 趁他们没反应过来 拿着钥匙救走了小胖 皮特又立刻用笛音刺激马 让马背上的滚筒滑下 为两人制造离开的机会 一场酣畅淋漓的爬手大会 众人开始分赃 他们的领头人吉米是个建树老师 将他们从地下赌场救出来后 专门豢养了一群职业小偷 没有人会警惕这个年纪的孩子 所以他们也格外容易得手 吉米最近看中了一个叫霍伯特的古董店 但他并不想让皮特跟着去 这件事情太过危险 一旦失败 所有人都会进监狱 皮特很不满 他的梦想就是成为吉米的搭档 一直当一个来无影去无踪的爬手 于是皮特窜夺了其他小孩 来到了霍伯特的商店 他们在店里放老鼠 趁主人出门时打晕他 然后堂而皇之进去拿东西 不过这很快就被吉米发现了 他来到男孩们的休息室 发现没有人在 一赶到霍伯特 果然皮特他们正在搜罗宝贝 他表情很不满 但还是来到了古董店的仓库 皮特看出来吉米在寻找一样东西 在柜子的顶端有一个宝箱 皮特在外面找到了一把短剑 想要帮忙撬开宝箱 此时吉米已经打开了宝箱 里面有一个水晶球 他轻轻敲了两下水晶球 水晶球居然发出了一阵金光 然后皮特就发现 所有人都不见了 他用手里的剑戳碎了水晶球 转瞬之间 皮特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冰雪世界 看到了附近聚集在一起的男孩们 可朋友们和吉米却被同样外来的海盗们劫持了 皮特只见到了侥幸藏起来没有被发现的福克斯 两人被森林里飞虫追赶 逃到河边时 一阵奇异的笛声响起 是本地的印第安人救下了他们 印第安的首领蒙住了他们的眼睛 将皮特和福克斯带回部落 并招待了他们一顿丰盛的晚餐 首领介绍说 这个地方叫做永恒岛 没有人能够逃出去 但生活在这里的人都不会变老 比如首领 她现在已经130岁了 仍然年轻得如同一个40岁的青壮年 海盗们也是如此 为首的女海盗已经在永恒岛活了200年 她通过探索 知道这个世界拥有一些神奇的力量 比如树精的产物能够使人飞翔 吉米是个很厉害的剑客 通过和海盗搏斗 赢得了女海盗头领的青睐 女海盗希望吉米能够帮她 统领整个永恒岛 因为吉米来自100年后的英国 她手里有现代科技知识 只要打败了首位树精的印第安人 就能成为整个永恒岛的女王 另一边 皮特拒绝了印第安人加入族群的邀请 她通过一条秘密通道来到海盗船附近 想要救出吉米和其他男孩 但皮特惊讶发现 吉米已经成为了女海盗的入木之兵 皮特伤心的跳船了 被朋友们划来的小船救走了 但来不及离开的福克斯 却被海盗们捅死为了鳄鱼 皮特非常愧疚 她吹起了自己笛子 笛音吸引来了印第安人 这是皮特梦里的歌曲和景象 来自于树精部落 皮特迫不及待想要找到消失的树精和矿城 这样说不定就能带着朋友们回家了 皮特根据梦里的记忆 和印第安公主划船进入了森林 不过海盗们也在吉米的带领下 悄悄跟了上来 夜晚皮特再次吹响笛子 一只发着光的小精灵飞了过来 皮特想要跟上去 天却亮了 小精灵也消失了 两人来到一大片藤蔓结成的高墙里 皮特灵活爬上去 终于看到苍天大树做成的小精灵住处 一个巫师走了过来 自称是伊丽莎白衣式的炼金术师 这一切的建筑都是他用魔法构建而成的 皮特懵了 炼金术师带着他来到了妻子的发明小屋 打开一个机关 天空中出现了紫色光点 炼金术师说 这就是宇宙 而在中心的这个起点就是永恒岛 炼金术师向皮特展示了在古董殿的水晶球 说只需要触碰就能立刻回去 皮特摇头说要带着朋友们一起 这时小屋的门铃响了 原来是追来的海盗们 炼金术师同样邀请了这一伙人进入 但女海盗非常偏激 想直接掌控水晶球 炼金术师不允许 这个教堂是他魔法的绝对领域 海盗们和炼金术师很快打了起来 不过人类怎么能和子弹相抗衡 炼金术师中弹后从木桥上跌落 摔入了悬崖 皮特飞快跑回去找水晶球 被追上来的几米阻止后 女海盗一箭刺入了他的心脏 推下了树屋 女海盗还绑架了跟来的印第安公主 烧毁了所有的建筑 不过他没想到 皮特被好几个小树精救了 他被推入了一个神奇的水池中 然后就重生了 树精认为人类太危险了 所以委托他帮忙带回水晶球 作为回报 树精会将他和朋友们安全送回原来的世界 皮特还被赋予了一项新的能力 那就是飞翔 只是皮特第一次飞翔时 因为惊讶差点直接摔死 在小树精的指导下 皮特跌跌撞撞学会了掌控自己的身体 事不宜迟 皮特直接飞到了海盗船上 海盗们惊讶极了 以为他是回来报仇的灵魂 将女海盗和吉米的动向告诉了他 吉米和女海盗正在寻找矿城 他们站在一片蜘蛛网做成的桥上 印第安公主不慎衰落 被赶来的皮特救下了 她的死而复生令所有人都很惊讶 更加相信树精们的神奇力量 皮特砍下了女海盗脚底的蜘蛛网 想要报复她 却不慎被附近的蜘蛛捆住 女海盗绑架了皮特 并将得不到力量的怒火 发泄在了皮特身上 得救的印第安公主赶回部落 寻找男孩们的帮助 希望他们能救出皮特 但为首的卡里不同意 他认为是皮特害死了福克斯 卡里想要加入印第安部落 可他年纪太小了 面对鳄鱼毫无还手之力 最后还是印第安首领鼓励了他 皮特再次醒来时 被吉米偷偷从海盗船上救走 两人穿过冰雪森林去找树精 皮特和吉米和好了 事实上皮特的母亲是吉米的旧情人 在母亲死后 吉米就承担了皮特的监护人一职 皮特很快就把吉米带到了 树精部落的秘密通道 只是他没想到 这一切都是吉米的诡计 吉米反水了 他身后跟来了女海盗一伙人 皮特绝望极了 但也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女海盗进入藏宝的矿洞 他们点燃了树精的基地 熊熊大火将森林全部摧毁 引起了印第安人的注意 部落里的青壮年拿起武器迅速出动 和海盗们打成一团 皮特在吉米的威胁下 带着女海盗来到了树精王国的神秘水池 她曾经在这里复活过 女海盗直接跳了进去 从出口重生 她全身发着光 同样拥有了飞翔的力量 只是女海盗没高兴多久 就像烟花一样炸开了 吉米问皮特出了什么问题 皮特表示自己不知道 吉米崩溃了 大骂皮特和他那愚蠢的父亲一样自私 皮特这才知道真相 吉米虽然喜欢他的母亲 却痛恨他的父亲 并亲手用剑杀死了他 就在吉米拿出剑对准皮特 准备亲手杀死自己的养子时 印第安人赶到了 救下了皮特 皮特的天真 让树精部落遭遇了巨大的损失 为了惩罚他 树精们决定让他永生 却不允许他有任何记忆 永远活在疼痛的折磨中 不过和皮特签订契约的小精灵 救下了悲念诅咒的皮特 皮特的状况很不好 他完全变成了一个植物人 小精灵赶来找印第安公主 公主救下皮特后 他的情况才慢慢好转 只是他失去了大部分的记忆 加上他犯错让吉米进入圣地 印第安人对皮特的态度 也没原来那么友好了 将皮特扔进了坑里 远远看着皮特遭遇这一切的朋友们 决定团结起来救出他 男孩们绑住了皮特 防止他飞走 回首的卡里告诉皮特他是谁 出生在什么地方 但皮特不信 他认为自己是个可爱的树精 卡里没办法 拿出了皮特腰间的笛子 吹起了皮特最熟悉的曲子 终于将他的记忆全部唤醒 皮特直接飞向海盗船 他要找到被吉米藏起来的水晶球 在公牛岛里某个山洞 与此同时 海盗们也在吉米的带领下重振旗鼓 准备利用水晶球回英国招募人手 皮特在海盗船附近偷听到了一切 他找到公主请求印第安人的帮忙 公主没有答应 他不敢相信皮特 他的族人们也不想被皮特再坑一次 印第安人还抓住了逃跑的男孩们 从男孩们口中知道了水晶球的位置 以及吉米的计划 印第安人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要是真从英国带来一支部队 永恒岛估计很快就会被他们踏平 印第安人迅速组织人马 坐船赶往公牛岛 海盗们的大炮拦不住众多的印第安人 而在公牛岛的洞穴 皮特也阻止了吉米启动水晶球 两人拿着剑打斗 其中一个海盗射中了皮特 他只能飞走 藏起来静待下一次时机 皮特偷偷绕到海盗们的视野盲区 想要神不知鬼不觉拿走水晶球 却被吉米发现了 皮特和吉米进行了一场 酣畅淋漓的剑术搏动 印第安公主也带着伙伴们赶来了 大战中皮特的小精灵中枪死亡 他悲伤地用帽子盖住了树精的尸体 彻底和吉米决裂 不残血不会玩 皮特砍下了吉米拿剑的手掌 引来了岛内的鳄鱼 他向吉米索要自己父亲的怀表 吉米狠狠地往他脸上一扔 皮特晕了过去 正好跌入鳄鱼的口中 不过他并没有放弃 成千上万的虫子追上了正载 高速行驶的卡车 静在一瞬间 卡车就被吞噬到化为乌有 对于偌大的球场 这些虫子也是不费吹灰之力 直接啃噬的一干二净 这些虫子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就在不久前 美国航空局发现 有一个不明飞行物体 正以极快的速度撞向地球 前去拦截的导弹 也莫名其妙的系统适令 地球要面临毁灭了 军方紧急召来一批科学家 研究相关的对策 而女主海伦作为生物学家 也参与其中 然而他们想了各种办法 也无力阻止 甚至还有科学家开始祷告 所有人都感到绝望 可随着倒计时结束 却什么都没有发生 他们透过玻璃往外看去 原来那个不明物体正在减速 它缓缓地划过城市的上空 最后停留在了一片空地上 这不明物体像是有备而来 科学家们穿着防护服 打着手电筒 慢慢地上前勘察状况 军方也层层包围了这里 等他们离近一看 竟然是一个又大又亮的球体 等到耀眼的白光散去后 专门研究生物的海伦 感受到了生命迹象 便搭着胆子向前走去 目前看来 他没有任何攻击的意图 谁知 下一秒 从巨大的光球中走出一名外星人 他慢慢地靠近了 离光球最近的海伦 海伦刚想对外星人握手是好的时候 士兵直接开枪击中了外星人 随后 一个巨大的独眼巨人 突然出现在众人视野中 只见他轻轻睁开眼睛 放射出一束激光 在场所有的电子武器全部瘫痪 随后巨人释放出强大的声波攻击 当场所有人都瘫倒在地上 这时巨人大步向前 伸出手准备抓住海伦时 外星人制止了他 很快巨人便停止了行动 待在原地 随后进入了休眠状态 人们趁此机会把外星人带回去急救 医生取出子弹后 外星人的表皮开始裂开 表层肉块也逐渐脱落 而这肉层下面 人类的躯体 不一会的功夫 外星人就进化成了人形 所有人都不敢相信 这一切都超出了他们的认知 这个外星人就依附在这副躯体之中 这时外星人突然苏醒 开始不断地挣扎着 想要从保护箱里逃出来 见状 海伦立刻安抚他 说到只是想帮助他 不必感到害怕 紧接着国防部长赶到 想弄清楚他们此行的目的 外星人告诉众人他叫做克拉图 他是好几个文明世界的代表 他是来拯救地球的 国防部长接着询问道 他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 可克拉图直言让国家领导人 跟他进行谈判 还说地球并不属于人类 面前的国防部长听到这话 很是不屑 话不投机就要给他注射麻醉剂 把他抓起来审讯 问出他们的真实目的 海伦却觉得克拉图 从始至终都没有恶意 于是他悄悄把麻醉剂 换成了生理盐水 还偷偷叮嘱对方赶紧逃跑 注射完毕后 他就被带到了审讯室 可此时的克拉图并没有被麻醉 于是让专家放了自己 可专家却无动于衷 于是克拉图便控制电子设备 专家见机器发生故障 刚想伸手去调整 却像触电一样仰翻在地 接着他控制了专家的大脑 问出了军事基地不防情况 随后又控制了监控器设备查看敌情 得知了守卫的具体位置 又通过无线耳机 瞬间击溃看守的士兵们 随后换上专家的衣服 潇洒地离开这里 国防部知道克拉图逃跑后 立即启动了最高警戒 势必要将他再抓回来 此时的克拉图来到车站后 本想去找自己的老朋友 随后便感觉到了饥饿 便来到贩卖机面前 但他没有进行投币和扫码 只是轻轻地触摸了一下机器 一个三明治就乖乖地掉了出来 随后他来到卫生间 发现之前自己被击中的伤口再次复发 束手无策地他只能再次联系海伦 海伦在确定了克拉图并非敌人之后 便载着他离开了车站 在车上克拉图向海伦要了一个东西 就是克拉图内饰脱落的肉款 只见他取出肉款 轻轻地往伤口上一抹 复发的伤口瞬间复原 这波操作直接给海伦看待了 随后海伦便帮忙在他去见老朋友 原来克拉图的星球早在70年前 就派人入住了地球 难怪他们对人类了解的一清二楚 而且他们也很清楚 现在的地球环境情况已经岌岌可危 派同类伪装入住就是为了深入调研 看看人类是否会去改正 但老朋友很遗憾地表示 人类不仅具有极强的毁灭性 而且他们不肯做出改变 目前只能启动毁灭程序来拯救地球了 另一边和克拉图一起的巨人 让军方感到十分头疼 军方派出无人机想歼灭他 可是所有的攻击都被巨人拦截下来 无人机也被巨人意念操控 直接与地面的坦克相撞 看来攻击是对巨人没有作用了 于是军方用百米钢板直接将他封闭起来 然后带回了军事基地 前往最隐秘的军事空间 同时另一边克拉图也要开始行动 他指引海伦开车来到一片树林 然后独自一人来到湖畔边缘 伴随着克拉图的召唤 一个体积较小的光球从水里缓缓升起 紧接着水里的鱼 岸上的昆虫 全部都朝着光球汇聚 与此同时 在世界各地都出现了同样的光球 热带雨林 海洋 沙漠到处都有 光球吸引着四周的所有生物 一切的生命体都被光球容纳 当然除了人类 随后这些光球缓缓升起 离开了地球飞往了外太空 而现在地球上只剩下人类 海伦看到这些很势不解 立马询问了克拉图到底要做什么 克拉图也直接摊派说道 地球将要走向灭亡 而凶手就是人类 人类是具有毁灭性的 海伦问他 不是说是来拯救地球的吗 可他却说拯救地球 不能为了人类 而让整个地球走向灭亡 海伦听完立即劝说道 人类也是有另一面的 他们会去改正的 可是克拉图却丝毫不信 到了第二天早上 军方派出了直升机准备抓捕克拉图 海伦则不幸被一架直升机抓走 而另外两架直升机伸出机枪瞄准克拉图 谁料瞄准他的红外线 竟被荡成传播媒介 他直接控制两台直升机相撞坠毁 随后克拉图带着海伦的儿子离开 在军事基地里 却发生了奇怪又恐怖的一幕 科技人员发现钻头正慢慢地被腐蚀 放大一看 居然是分裂极快的内米虫 看着逐渐被吞噬的钻头 科技人员感到害怕想跑离 他惊恐地拿出门镜卡想破门而出 但是突然被人叫住 原来大量的内米虫已经爬到了他的身上 他的隔离服也正慢慢地被砍视 科技人员拍着大门想逃离 看到这个场景 士兵队长想给他开门 可是被长官立马阻止 他怕把未知生物放出来 并且下令继续执行实验 科技人员绝望地拍着大门 顷刻间已经鼻孔流血 随着氧气瓶的破裂 他倒在了地上 长官健壮立马上去查看 接着又发现捆绑着巨人的金属圈 也正慢慢地被侵蚀 甚至连他们的保护网防弹玻璃 都出现了裂痕 长官健壮慌忙地按下销毁按钮 火焰随即喷射而出 熊熊大火燃烧了好久 结果发现巨人根本毫发未损 巨人眼睛再次亮起 看得长官等人头皮发麻 接着巨人身体开始分解 净化成了数亿只奈米虫 长官吓得赶紧逃跑 可是刷门卡却怎么都打不开 原来这里早就被高层封锁 他现在就和刚当的科技人员 没啥两样 没一会 防弹玻璃瞬间破碎 密密麻麻的那米虫一拥而入 满屋的人难逃一死 军事基地外早已接到通知 成群的坦克严阵以待 铁大门也抵挡不住那米虫的威力 只见门瞬间被弹飞数千米 指挥官迅速命令开火 随着坦克导弹的发射 无数颗炮弹弹射过去 都被瞬间吸收了 攻击越猛 那米虫反眼的速度就越快 士兵眼看起不到任何攻击效果 扭头就要逃跑 可是一切都晚了 一眨眼的功夫 那米虫直接将军队吞噬的一干二净 接着又蔓延到公路上 在空旷的道路上 一辆货车正高速行驶着 司机突然发现车窗出现裂痕 随后在几秒钟内 就把一辆正在行驶的卡车 吃得连骨头都不胜 就连旁边的路牌都瞬间被吞没 而他们又在无限吞噬着 请客间又将偌大的体育场一扫而空 便浩浩荡荡地向着城市的中心戏去 另一边 海伦对国防部长说 他不想在这里等死 他想和儿子见面 并且只有自己才能找到克拉图 才有机会停止这一切 于是海伦联系上了儿子 双方约定好地点见面 可男孩却带着克拉图来到了基地 原来男孩死去的父亲就埋葬在这里 小男孩想让克拉图用神力 复活自己的父亲 但是克拉图对此无能为力 并对小男孩说道 父亲并不是永远离开 只是换了一种形式陪伴在你身边 小男孩跪在地上流泪 他想要一个人静一静 直到海伦赶来紧紧地抱住了男孩 克拉图看到眼前这一幕 他突然明白了 海伦那时候说的人类的另一面 或许人类并不是真的无药可救的 但是现在毁灭模式已经开始了 真的还来得及吗 于是克拉图带着母子俩开车前往市中心 因为那里还有一个光球是可以停止程序的 虫群们仍然在吞噬着一切 他们继续朝着城市中央蔓延 克拉图一行人也终于到达了市中心 可没想到却遭到了炮火的攻击 车子也瞬间被炸翻 原来这是领导高层做的最后的尝试 但是这些炮火根本没有让光球 受到一丝一毫的影响 但是克拉图等人却被耽误了时机 虫群已经逐渐追了上来 他们只能进入桥洞里 暂时躲避一下虫群的攻击 但是现在虫群铺天盖地 根本没有办法接近光球了 就在这时 小男孩的鼻子突然流血了 原来刚才在逃跑的过程中 他就已经被内米虫侵入了身体 克拉图看着母子俩 做出了最后的决定 他牵起母子俩的手 将虫子转移到自己身上 然后下定决心 决定帮助人类 随后克拉图顶着虫群风暴 一边被侵蚀一边夺步向前 最终他走到了光球那里 他用尽全身的力气伸手摸向光球 在触碰到的那一刻 他的身体也瞬间被融化 随着光球一股力量的涌动 虫群失去了生命 一支支都掉落了下来 接着全球开始停电 世界仿佛在这一时刻被停止 人们纷纷走出来查看 才发现世界原来是如此的迷人 随后海伦带着儿子来到光球前 克拉图顶着